在半決賽這個B55上我們的心態很重要 就我們整個隊伍的氛圍和狀態都處於上升趨勢吧 就贏了T1對我們來說會很重要 對上T1這個上單我希望就是贏線 然後甚至有可能單殺是最好的對於我來說 哇 這麼好的嗎 我到了這裡還有一手悟空可以拿 我沒有想到這裡有悟空會這麼的開心 我沒有想到 這裡竟然還有悟空可以拿 然後T1這裡選完 我沒想到到了嗜血還有悟空 我沒有想到我竟然沒BAN到那隻角色 這個VP怎麼那麼沉重 怎麼還有悟空啊 某些隊伍拿到某個陣容的時候就覺得他應該會贏 的那種感覺 有點像可能東山選到了星朵啦 你就覺得贏定 那這時候可能會有一個 或者是上路牽到Rest 陣容那個選手一確定之後就覺得好像贏定 好像要拿PCS換取 好像跟BP沒什麼關係 對 就是一種感覺 就是一種感覺 哇 簽約簽下去這樣 從破解流 沒練到自己被對方反差了 因為這個陷阱如果要猥瑣發育就是點個Q 然後就是Q前排在這邊 然後就點在那邊 喔 搶兩等 我頂出來直接逼了個閃線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這是兩等的一個進攻 沒有耶 他要繞對方視野 要繞那個三角草 完全繞掉囉 但豬女其實也在附近 不過豬女現在在吃紅 這裡悟空繞過來 MAX想要來進攻 閃線一勾 過到貪肯齊 然後給到兩斧 側面的話貪肯齊 已經殘血加上一棒 直接敲鎖走殺 他玩得怎麼這麼好啊 不過這裡還想要再吸一下 這個再被砍到要出四雷 要被砍出閃線的 WQ1B閃 再一個Q3 直接完成了Dance啊 為什麼 現在這個納蒂伍斯 不用看你自己 然後他看你自己 充起來 然後後面再加上一個極力衝刺 換掉了一個心魔 感覺就沒有掉 其實現在就是 我們穩穩的就等著 中下可以去好 兩邊護推 不過猴子在中路啊 應該可以交甩 這一個底下 這裡也不用交召喚師技能 我覺得這邊好像溝通有點問題 卓女Q閃 然後雙方是同時換閃 但也是冰住遠方的鏈斬 換掉了對方阿祺爾的人頭 要預示者 撞一下阿祺爾的中塔 然後小龍獅的速度 這裡過來 終於好像有機會偷的 不過最後的話 火龍器已經陷落 只有一個冰魂龍頭 然後反正亞飛利歐也交了一個月之狙擊 側邊是舉起了自己的迴力標 開始連續輸出 不過這時候是猴子的進場 交出自己的無極風暴 但反射的話 已經被FORUS給拿下人頭 拿得到錢嗎 拿不到 然後這時候沒有辦法提款 反而只剩MAX 已經一個人是遭到T1的四人暴打 又賽勒斯 拿下了Double Kill 被Tanky的這個懷錶給配合到了 哎呀 要錢的後果 主要是這部團的位置 MAX站的就不好啦 而且這裡拖到前後攻擊 限制到對方後排的時候 效果是蠻好的 第二排悟空在進場 其實雙子的傷害都不夠了 你看這邊Tanky就是騙到了對方 哇 最後收掉這個達瑞文 那前面疊的被動就全部都沒了 現在的話想要來跟著這個阿祈爾 直接隔空甩大 但這次也沒有甩到 然後反身一推 連小兵帶人一起推進塔下 但最終在小兵的秘錄之下 這塞勒斯走了 這裡預示著直接開動了 兩邊的中上也準備要就一個TB位置 哇 上路怎麼會被捅歪啦 這裡先回家 但下一波納爾沒有路喔 TB正面往前一勾 但Tanky把朱尼給救了出來 這時候雅菲利又是一個紅白刀 然後後面是塞勒斯的繞背 但悟空的大絕也已經交過 他這邊要先被抓囉 這裡想要反包對方的賽勒斯 往前一推 在空中把對方的賽勒斯給推了下來 賽勒斯也偷了一個沙皇彈 但這裡的反身進攻沒有太多效果 但兩邊中路來了一個單挑 在交了一個閃線之後 最後的中路想要來殘血逃脫 喔 極限逃脫嗎 坎肯齊還想就尾端的一個聲音 把惡童給頂了起來 而在另外一邊的團戰也是準備發起 雅菲利又開始持續的輸出 他這裡有很多的飛鏢 側面再一個練 但沒有練到對方的成員 欸 還有他沒練到 他練到還是什麼 然後一波的火火之後 好像是T1能夠先開啟 喔 但Mace還想打喔 沒有要放喔 沒有再跟你退的 但這邊的狀態 納爾這波就有路囉 想練人 但一練的話是練到對方的 娜迪魯斯 娜迪魯斯有驚人 但是反身的賽勒斯也有驚人 但這裡一個Q1 直接把對方的賽勒斯給砍死 但這個預示者最後是由T1拿下 反身的話T1還想要更多 空中的狂笑猛擊 直接推到兩人 再搭配的是一個石頭丟死的達瑞文 這一波是T1的大獲全勝 加上亞飛利歐的進擊不斷的補光 打下了一個Triple kill 朱鵬你這邊留得住嗎 朱鵬也是走不了這一波的Ace 落到了T1的身上 現在的話是已經讓中路開車這條小龍 反身的話Mace還想要來碰這波團嗎 往前一勾 他是主動出擊的 但豬女再次頂了出去 但猴子也造了一個無敵風暴 不過這裡的話有一個大招 是可以拯救住了朱鵬的性命 反身的話又是一個狂笑猛擊 直接推到三人搭配的是自己的重磅 直接又把Mace還原都給碰了過去 這時候亞飛利歐接近無敵狀態 但二薩斯也準備要砍了進來 讓達瑞文拿下一個Double kill 最後Mace準備要看全面反擊 二薩斯繼續的開砍 砍掉對方一個賽勒斯 利用旁風躲到了一個Q1 但反身的話是一個月影狀況 還想要持續的輸出 這邊做一個緩速加上後續Q卷的流人 TRIGGER接近神的境界 哇 二薩斯 他是利用他的持續命傷害 P了幾個人都回來 但還是掌不住前面拿了三連殺手給亞飛利歐 這亞飛利歐感覺戰力輔出很高啊 他這波瘋狂輸出啊 他這個大絕加上這個 推得好 納爾的大絕 推得很完美 但這裡被達瑞文收到一個頭的話 就有點變成了 因為他剛補完是第二劍狀 然後這裡這個 劍魔開砍 後面他想再砍這亞飛利歐 但亞飛利歐是很漂亮 是用狂風把這個鏈子給拉開 然後就反正做一個拉扯 這把就是KO3大中對上時鐘劍魔啊 那最終劍魔 因為如果你用掉之後 等下阿奇的一個神摔位 把大中推回來的話就爆了 頂起來頂到一個二薩斯 二薩斯想要過牆 教了一個名斧衝衝 帶自己反而墜入的名斧 要甩大嗎 來了 想說要上路甩大 抓的是對方的二薩斯 二薩斯又直接不見了 主要是吃那個小鹿鬼 BATTLE時間 閃現W 搭配一個普攻 直接拍死的沙皇 除非賽勒斯都可以上去 但悟空這裡有兩段位 頂上去了 想要攔開 對方的達瑞文 達瑞文雙招全焦 不過側面的西魔被留在正中間 有DK的結合 就是那種自習式的抓人 沒錯 抓到悟空位置囉 吞進來 誒要殺他嗎 吐在臉上 這女中砲 吐到了Forester面前 讓這個悟空無處可逃 塞頂 後面再加上一個敖遊深淵 讓賽勒斯斬獲 Double kill DB直接亮在正面破盾 而且他的那個手套好像是把他截了 剛才有人扣掉去 所以找瑞文雙招 直接甩 又開兵 看沒有一個進行衝擊 亞飛對方兩人 但板上的Kennysand 就在正前方 這應該是一個分身 再轉中嗎 但有人已經開走了 誒這亞飛利又走了 還這麼兇的嗎 想要抓一個惡薩斯 但惡薩斯 往反方向逃走了 目前就是對方的前排 其實位置都站得滿好的 這一局 找不到機會 8龍這裡練回去 推到了三人 搭配的是亞飛利又的狙擊 我推到了 亞飛利又被推到了 很少 再有一個大塊躲移 直接把亞飛利又給救了出來 不過反身的迴旋鎖命骨 也是殺掉掉賽勒斯 賽勒斯死去 這里納迪斯一攻沒有勾到人 然後亞飛利又的傷害超高 只有納爾的骨頭回地標 拿到了達瑞文 達瑞文已經死去 納爾拿到了一個Double kill 接著開始持續的晉級 現在是開始演戲時間 強來換一個亞飛利又到最終沒有辦法 那在這個猴子的人頭 掉落之後T1也準備要來拿下這場比賽了 現在後面有點太急了 因為 其實在抓掉了2RAN之後 惡炸是可以離扣 然後找機會去 然後找機會反打 但正面的隊友又突然 他們又打得起來了 這場比賽 所以可以選擇